本节目由大家的三连及关注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 收 收 哎 哇 终于回到来了 哎 不好意思啊各位 那春爵打完以后不知为何 这箭就立马往北欧那飞了 摁都摁不住 那这么才刚刚回到来 哦 它带来一些土特产啊 哎 火山灰啊 啊 还有还有 哎 春爵都看爽了吧 本次春爵最让我感到惊喜的 其实是五美 找来了可靠供应商 专业式 专业人 专业伴 饱满的灯光 炫酷的舞台 成熟的AR 月幕的效果 比起 X的一坨西饭 春爵的五美 简直堪称完美 那这几天 想必大家都看见了各种 急紧回放记录副盘麦克风 那么 秉承尊重春爵的态度 我打算一改往日风格 并认真 严肃 正经 专业的分析RNG具具体获胜的原因 我听到有人开笑了 谁啊 给我拖出去 万众期待的凤凰大战终于打响 一边是欲神杀神气势如虹的Fung Plus 那边是自知死地而后生永不言弃的RNG 若在开赛前 要说春冠会露死谁手 实在难以预测 不由一说一啊 我会更看好Fung Plus 虽然RNG作用常规赛投名 但在一般情况下 两队间的个人硬实力 是有一定差距的 我没有说谎 哎 确实 从四强赛的第一轮也不难看出 整个比较无理RNG无论是输出 经济 补刀 个人评分 个人物资 均招Fung Plus全方位压制 最终被3-0无情串入败者组啊 但是 在打完地局后 我的想法已彻底改变 即便这场由Fung Plus获得胜利 但RNG 俨然找到了赢下比赛的至上法宝 那便是 击碎Fung Plus的野斧 赢下这盘大棋的地步 限制留轻松 只要位置足够 罪尔 塔姆 垂石 必被RNG按在班位上 至其得不到称手的辅助 加上RNG发现了恶地的状态问题 即便让他拿到人马和无敌尔 也无所畏惧 Fung Plus的野斧联动 便不攻自拓 但这不怪小天 那如意外此时 他应该在场下和大叔一起安心看比赛才对 少了野斧的困扰 方可实现第二步 四宝一 诶 不是尬啦 是小虎 无奈转型上单和冠军上单的实力差距 过于明显 一个人就单杀 而两个人还能反杀 RNG也干脆死虎当活虎一 而两个不行 我就来四个 威也无限蹲上路 就是为了保住好机友的发育 不难想象他们之间的对话 应该是这样的 哥哥 哥哥 我经常来帮你 其他队友知道了 不会生气吧 嗯 真好吃 哥你尝一口 哥哥 其他队友要是知道了 我两次同一个牛鼓力 他们真的不会吃醋吧 哥哥 我是宝一 不把AD直保你 其他队友知道了 不会揍我吧 好可怕你的队友 不像我 我只会心疼哥哥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那就是需要在关键时刻 能够站出来的人 这个人 在第二局 叫Crying 前期无限发育 中期掌控节奏 后期输出爆炸 以11-1的完美战绩 拿下MVP 而第三局这个人 叫Gala 三分钟的时候 下落2v2对拼 由于林伟祥出现致命失误 导致Gala被迫双杀 就在这一刻 隐姓埋名搜剑路撬 整个赛季的Gala 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 我可以Carry 这一炮打开去 大招流ZoinB 这也要开 纸上来ZoinB 直接看一个秒秒 把他的球塞过来 大招拉了一下 拉到那个狗熊 那这一步 阿拉夫直接被秒 这一步是帮不来的一个机会 ZoinB这边打得上下很高 8招一直被秒掉 ZoinB残血 这被Gala换掉 但这一步的话RNG的小虎 也是被秒掉 ZoinB超过起来了 ZoinB大招 被让EG2加5杀 Foundplus的形态和状态 都出现了不小的问题 第四局 11分钟被打团灭 13分钟人头来到3-14 21分钟便毫无悬念的输掉比赛 最终 由RNG拿下2021Apple春季赛总冠军 并获得了2021MSI的入场券 时隔三年 现场再度迎来金色的云 欢迎回到RNG统治的年代 Foundplus的粉丝们也不需要回心 这个赛季他们优秀的表现 是得到公认的 而且春季赛第二层级 也让Foundplus 获得相当高的世界赛积分 所以他们顺利进入S1 将非常有力 既然目以成舟 就要展望未来嘛 但有些事情就不能这么算啊 聪明的你们 应该发现本次出征仪式少了出征服 为什么 问问奈克龙 但没关系 我贴心的为联盟设计了出征服 被看得平平无奇 其实大有内涵 首先 他采用百分百纯新疆棉制造 柔软舒适稀罕耐脏 黄色代表着黄竹 中间的logo和口号代表着LPL 这些都是其次 重点是背后 哎 还可以吧 在做完节目后 我打算把这个样板寄给联盟 希望他们能采纳 并且量产啊 4月20日 联盟发布了关于联盟反假赌赛调查结果 处罚了三位LPL选手 三七位LPL设置人员 并取消了SCG俱乐部的参赛资格 其中对大家心细已久的博选手的处罚为 竞赛四个自然月 此人一出 不仅内网 外网都已经炸了 想当年康底加赛 近三年 死亡悬靠疑似家暴 近二十个月 乐言卡bug 近三个月 就连熊熊的开心一笑 也要近三个月 就感觉 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而博人竞赛的四个月 是自然月 其中一个半月已经被吊上门户过去了 剩下的一个半月是休赛期 也就是说真正的竞赛期 只有一个月 你之前的狗中还说 哦 三年 少一年都是对我的侮辱 现在看来 哦 我误了 联盟之所以这么安排 是出于两个目的 一 让狗中恼羞成怒狗急跳墙 从而 让你们抓住把柄 二 为成功抓获的独狗 感觉违规成本低 心存侥幸再度犯案 从而 让你们有机会连根拔起 事后一方表示 博人非自愿 具利诱 数字手 有贡献 应值得肯定 那没错 博人资深犯险 莫心长胆 凭一己之力肃清L漂 他是旧L漂的送账者 他是新L漂的引路人 他 就应该被写进L漂名人堂 你们听见了吗 是康定的呐喊 是狗币newbie的爱好 是遥远韩国监狱里 撕心裂肺的惨叫 我不知道联盟停不停得见 反正这几天 我是睡不着觉了 我们不要捂脑喷 还是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哦 这些我们职业联赛比赛规则中 有明确的竞赛周期规定 将功补过酌情减刑 应该哦 情节严重终身竞赛 也是必须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刚好都在L掉而已 但四个自然月算什么 Fanpass的六个月工资又算什么 这不是对博人的包容 这是对拒绝假赛 杰森字号的职业选手 我们能侮辱啊 你们到底 试得不试得啊 那不如自发三败好不好 所以这个规则 本身就有问题 当然 我们也并非投诉无门 LPL赛场 就有台奔驰嘛 只要比赛的时候 站在车顶上抗议 并穿上 赛制失灵的衣服 相信我们 一定会和联盟得到一个友善 公平的谈话机会 有汉国人有说 LPL假赛竞赛 是四个月 而LCK 只是终身竞赛 这就是十年两贯 和十年六贯的区别 其实粉丝的赛区持无感 很多时候都不在汉师冠军的那一刻 而是在外人眼前 颜面丢尽的当下 现在的联盟 我很失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卦算命书有记载 出生于甲虚年 勿承越 新逝日之人 上等生 做成印证棺材结 心惊弱 而由正硬生生 劫财帮助 而由若转望 而正宫秉火制衡 使甘之中和 必足富贵 富裕成功 注定了管车员 生而不凡 而则原二字 出自唐代诗人 潘孟阳的五言古诗 原日何不责 其中有 流灰沾万物 不责再三远 意为 耀眼的阳光 释放出流水般的夺目光辉 挽入全使般滋养 恩责天地万物 此名 绝非凡人能够轻易驾驭 那你认为它是 它就是 叫唯心主义 那不管你认不认为 它也是 叫唯物主义 而当职员认为它是 就一定不是 或者认为它不是 就一定是 在事与不是之间 全比它个人的主观意志 而客观存在的 称之为管理学 乃哲学的最高境界 管理学的前身 是毒奶 东方毒奶 由黄老仙自成一派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功力的衰减 毒奶也大不如前 但江山带有财人出 长江后浪推前浪 职员 不仅继承老仙的一波 更将毒奶 上次是管理学的高度 都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没错 那些伟大科学家们 最终都皈依了神学 成为了新的诸神 不同的神系 对应着不同的科学方向 但神学家们不知道的是 所有的方向 这种都会万象皈依 而回具的点 正是管理学 2019年LPL春季赛 EDG对阵SDG 管哲鸢垂胸手指 看好国电 结果被SDG3比0 直接送走 2019年LCK冒炮赛 听众对阵大乌龟 管哲鸢预测三号种子 为听众 结果大乌龟成为当年第三支 进入全球总决赛的队伍 2020年LPL春季赛 管哲鸢在解说的 连续无偿比赛中 身后背景版的队伍 全部GG 这也是管理学 首次获得武杀的高光时刻 2021年LEC春季 管哲鸢认为 肉鸢将3比0称霸欧洲 结果马德里雄狮 让二追三成为欧洲新王 2021年LPL春季 管哲鸢预测 FUNPLUS 3比0RNG 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 然而可怕的是 以上提及的一切 仅仅是管理学的 冰山一角而已 春节过后 哲鸢在饭局上看好RNG赢下DK 此言一出 随即引起社会的恐慌 联盟 赞助 铃声 商业 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 等直接导致比特币崩盘式暴跌 近50万人 爆仓400亿 但不为世人所知的是 哲鸢并没有把话说死 他看好的 其实是积分赛阶段 大安局首秀大败 到淘汰赛再来一波DK MSI绝对十拿九稳 哦 原来这就是管理学吗 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 这是4月16日 德云社旗下主播元气 当天直播战定50的直播画面 因为刚刚那句话 德云社朝的风景 24小时 同时元气被主网进播 一个月 哎呀企鹅电竞 老亚撒戏了 比起其他主播什么 阶级啊 原则新问题啊 元气触及红线言论不能说更严重 只能说一记绝尘 也不知道玩游戏要多嗨强 能说出这种话 既然直呼万岁 我建议喝完福岛纯净水冷静一下吧 口海式德云社的特色不错 此前之所以少出现致命节奏 是因为笑笑还算懂得省时多事 但这次连老观众都不选择维护他们 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啊 我建议平台和团队应该认真想清楚 是否真的还要继续袒护元气 有的人说话不经过大脑 有的人就习惯少说话 多办事 春季赛打完啊 我们致死自从仍未见到马哥身影 但他既不是退役 也不是门人要 而是为了能更好的重返赛场 偷偷地去进行了复健 阿金哥之前在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打不了 现在呢 能打了 预备 好好好 是谁把我丢在路旁 都没有留下一句 3,2,1,Stop 我那妈40一出来就停 173比刚刚那组好一点 向后缺 屁股向后撅 屁股向后撅 所以控制住他 哇 马哥牛屁 燃起来了 接下来去年12月的时候 马哥的伤病就越发严重 以至于无法握住鼠标 连排位的成问题 更别说打职业了 在尝试多种治疗无效后 马哥最终选择暂时离开赛场 去寻找郭老师 进行专业的复健 既然说专业 当然就不像耐克那样 走个形式就算了 我们看到视频里 有缓解严正的筋膜刀 有高强度跑位拉链 有室内各种有氧训练 让马哥全方位的复原 如今复健已经持续了3个月 能明显感觉马哥精神的不少 其实马哥完全可以就此宣布退役 每天做个直播 吃吃洋房 安心过日子 但他并没有选择这么做 反而为了人生不留遗憾 而破釜沉重 衷心希望马哥 在未能能进到一支好的队伍 以最好的状态继续发光发热 打进世界赛 完成自己的梦想吧 快速第一个新闻 首先带来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由于疫情导致国家旅行限制 越南赛区将无法参加本次的MSI 全头无奈决定 越南赛区可正常获得比赛奖持奖励 且赛制不变 说说不再其位谋其政 是不合适 也不礼貌的 但我还是认为只有思想落后 认知愚昧 拥关揽政的地区才会信奉一刀切政策 很高兴大半年过去了 我们仍然能看到越南政府的不忘初心 只是被Jero斯宰种一语成称 也不就是好哭还是好笑 按照政调性的实际上也来不了了 所以我强烈建议拳头留一下中东北非的密纳赛区 奋不仅开放积极 敢打敢拼 重点是还挺有钱的 上期提到的2021RMR亚洲区CSGO春季线上赛 VSA最近更新了参赛规则 如果一名选手BVAC防作弊系统识别并进赛 5年后将获得一次解禁的机会重返赛场 同时还宣布解禁了25名选手的参赛资格 意思就是 不管你的作弊行为有多么恶劣 也不管你这5年是怎么过的 反正5年后 你依然是条好汉 继续回来我打工吧 同样是信奉一字诀 VSA展现的只是对游戏和企业寿命的充分自信 官方宣布英雄龙门卡牌游戏 符文之地传说将举行世界锦标赛 邀请全世界256位玩家参与 赛事奖金高达20万美金 比赛将于9月份举行 除了职业选手 大部分名额来自赛季排位的高分路人 符文之地传说是拳头开发的策略卡牌游戏 这外服面是刚好一年 那最近在搞一周年的活动啊 没听过吧 没听过就对了 这证明你是一位纯正的国内玩家观众 拖板厚了服 这款游戏在国内根本就没上线 守望旋风宣布游戏总监姐夫离职 创始人阿龙将出任新的游戏总监 这些年 姐夫一直在游戏机制和玩家谩骂声中苦苦之称 他离职 就像一件你失望透顶的事情 突然离你而去 都说魔术慢性死亡 星际停止运营 如死每况愈下 风暴彻底凉凉 卧尔山年度骗局啊 爱是心见闻见甲 你在那如今守望姐夫离职 不禁想问 暴雪曾经荣光和飘渺的未来 到底在哪里呢 由于春季赛结束了 我们新快报也打算稍微小气一段时间 在5月8日左右回归 希望各位股东们谅解啊 不过大家放心 这段时间我们一样会准备无广告无推广内容 陪大家开心度过MSI前的无聊空窗期 那为了能在五一假期 MSI及未来 为大家奉上精彩的节目 银河电竞 决定招募新鲜的小伙伴 在视频的最后 有招募的相关内容 假如你我有缘 不妨了解一下 今天就在这里吧 如果你觉得节目做的还不错 虽然可以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新爱的朋友可以点不关注啊 谢谢大家 最近的电影完最秀的赛事吐槽 这里是电竞新快报我们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